由于中日钓鱼台紧张情势 中日关系成为目前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 中共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确定出任新的外交部长 副外长崔天凯可能成为新任驻美大使 国台办主任一直则仍未确定 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现代化 未复先老特征明显 2013年老龄人口将突破两亿 2053年预估每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 胡润研究院星期四发布年度全球富豪排名榜 并称中国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上超级富豪人数最多国家 国际危机组织公布最新报告指出 中国大陆在中亚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增加 但同时中亚局势也正逐渐变得不稳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本校的皮静 本校的皮静 百里碧 男伙